看经书是否可以穿睡衣 如果看经书好好的摆在桌上 如果棉在床上 动起脚看经书 就不尊重 有位法师 自己嘲笑自己 为何我生出来不够高大 我以前当然是躺在这儿看经 所以现在不够高大 只要你是尊重 只要你是很严肃 你就睡衣 如果你坐得好 你不是躺在这儿 我想都可以接受 拜佛时如果因缘不具足 我可否用半相搭衣才拜佛 因缘不具足 你灌上搭衣都可以 好过不灌上 都可以 即是没有万衣 应该有万衣拜佛 但没有在这儿 你灌上自己有万衣 但你不可以作为借口 费事去拿了 灌上就算了 不可以 你不可以作为借口 若然一间很大的机构 中上曾有三人 对所有人都不大礼貌 对公司的形象 惹不好 很多人都知道 但不敢算 因为怕伤了 CEO的感觉 亦都犯厚德 请指导 你先这样吧 我们用常理 先不要说佛法 公司这么大 肯定有些坏的苹果 坏的橙 有些对于那类的人 应该怎样 应该跟CEO说 君子掃旗位而行 如果你是指导 如果你在那里做一个小职员 如果你在那里做一个小职员 你的superwork 你的上司 你觉得他不好 你去报到CEO 你一定会解释 你博解释吗 你的地位都不是应该跟CEO说的地位 君子掃旗位而行 你的地位是否去到那里 如果你是assistant CEO 你当然可以解释 如果你是department supervisor 你当然可以解释 你看你的人的地位是否应该解释 应该解释便解释 不应该解释便不解释 还有一件事 你说别人的损坏形象 不礼貌 对公司的形象有损 你看得准不准确 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己的评论员 很多时候他的评论是错误的 你认为不好的事 其实对大卫来说是好的 你认为这些很小的事很大 那些CEO认为 喂 这里有两三个职员说粗口 你又要去CEO report CEO说你收口吧 谁不会说粗口 又不可以埋没良心 又不可以依书直说 又不可以任意妄为 我怎样教你 这些教不了 不知道的 经云召见每皆空四念注 观寿自苦 当人死后悉身不在 六根不在 何来痛苦感受呢 当人死后悉身不在 这就不是悉身感受痛苦 六根不在 当然不是六根感受痛苦 什么感受痛苦呢 他悉身感受痛苦 而这个痛苦更随藏 在阿拉耶识里面 有这个痛苦感受 阿拉耶识里面的痛苦感受 阿拉耶识里面不是六根 不是表面的 last question 请问 面对我执重的人 应如何与其相处 面对我执重的人 应该如何与其相处呢 六道万行 布施慈祭忍欲精进 禅定般若 用忍欲 红尘白浪两茫茫 忍欲又和是妙方 如果忍不了 给你一句 你经常想这一句 是非入义以君衰人 半是痴呆半作龙 你当自己是龙 我听不到 你骂我我听不到 我都是龙的 你知道我龙的 我怎能听到你 半作痴呆 你知道我傻傻的 你骂我我没什么感受 我是傻的 半是痴呆半作龙 是非入耳君衰隐 隐如的人 你好像你是欺呆的 我是龙子 欺呆的 你骂我也没用 我听不见 我听不见 你当你听不见就行了 还这么 哦 哦